你听得们大家好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 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尼西亚南达Parmashiva上师 我们平常所说的业力或者是模式 其实它是有不同的种类的 在师父的开始中 师父讲过 有第一层的可以说是往事 就是我们从这一世出生一直到现在 所有的这些就是我们记忆中的所有的往事 这个就是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思维的基础 我们的mind 在这里面所有的错误的认知 对世界偏差的看法 就是我们的模式 我们的这一世的业力 这些就是一类 再有一类就是我们的身体 从出生的 从它的第一次存在到现在的这个身体 这是第二层的往事 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体 也就是说我们在宇宙中的存在 从有形开始一直到现在 所有的这个身体呢 积累到今天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 它呢当中记忆了所有我们的生命的存在的这个形式 包括比如说 我们之前做过单细胞的动物 单细胞的生物 然后到多细胞 然后再到 再到植物 然后呢再到 进化到动物这样 然后呢 从可以说是 水 水 水溪 然后一直到露溪 然后再到现在的我们 所有这些呢 我们进化了这么多 大家可以自己去算有多少年 然后呢 一直到今天 我们所有的记忆呢 都在我们的身体当中 都在我们的基因当中 我们今天站在这儿 就是我们之前生命的总和 这个呢 是我们的第二层的记忆 它呢 形成了我们的身体 所有这些业力呢 就存在在我们的生物记忆当中 所以呢 大家知道我们的 这一世的所有的记忆 形成了我们的思维 这是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一类的业力 另外一类呢 就是我们之前 一直到现在 所有的积累 在我们的肉体当中 生物记忆当中 这是我们的 第二类的这个业力 或者是我们业力 储藏的位置的不同 它们的消除的方法 也不一样 在头脑当中的这些 思维模式呢 当然要通过去 修改思维去完成 因为在我们 这一世出生之前 发生了所有这些 我们是不记得 它不可能通过 修改思维去完成 所以呢 消消除这些业力的方法 是不同的 通过做圆满呢 就是师傅所讲的 这个重新精力去释放呢 它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 消除这一世的 所有的记忆当中的业力 记忆当中 造成这些事件 给我们造成的这些伤害 可以通过 重新精力去释放这个方法 但是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前世积累下来的 在生物记忆当中呢 是我们无法记得 那也无法通过 重新精力去释放 而完成的 那么这一类呢 就是师傅 才能给我们消掉 主要就是靠师傅这样 师傅的打险呢 他的点话呀 在他点话之后 我们在师傅的空间和指导 下去做的所有的冥想 包括流石啊 所有这些 包括做瑜伽清理 你的生物记忆 所有这些 就是可以消除 往事的这些业力 师傅在开始中 讲过非常重要的 消除生物记忆中的 业力的方法 其中一个就是流石 这样 你的哈 撒米亚马 它呢 是可以通过 这个饥饿的方法 当然也是在点话之后 通过饥饿的方法呢 你的细胞就开始 自己修复自己 这样呢 自然然的 你的基因中 存储的这些 不圆满 就可以被修复掉 同时呢 师傅也讲过 你的困答理 你的觉醒 其实可以帮助你 去清理你的生物记忆 所以呢 在得到师傅的点话 还有他参加 他的打险呢 以及参加 做了所有这些 冥想的这些 方法呢 也都可以帮助我们 清理我们 生物记忆中的垃圾 帮助我们 圆满往事的 这些记忆 往事的业力 所以呢 也希望这个 分享能够给大家 对我们的 这个 模式 或者是业力呢 有一些更深层的理解 并且呢 也知道你在人生当中 应该怎么样的努力 往什么方向去使劲 才能把自己 不同类型的业力 消掉 这一世的业力呢 其实也是前世业力的 一个结果了 所以呢 其实我们通过 重新精力去释放 去圆满 我们所有能记得的 这些事件呢 也是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帮助我们圆满往事 往事的这些影响的 其实它也都是完全相关联的 不是一刀切开这样的黑白 两类的 它也是有关联 所以呢 简单的讲的 就是要积极的去做圆满 积极的去跟着师父修行 然后做瑜伽 做流石 清理自己的身体 包括就是每天要做的 重新精力去释放 所有这些圆满的方法 所有这些对我们的 人生这个消除卡点 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讲到这儿呢 师父也曾经在开始中讲过 比重新精力去释放 这种圆满方法 还有快速的方法呢 就是立即的放下 立即的圆满 就是呢 立即的知道对方是Paramashiva 把它当作Paramashiva对待 那么你所有的敌人 就 你对敌人的恨 就立即的消失了 这种最直接的方法 也是能够帮助我们 消除现实业力的 最好的方法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 使用师父在开始当中 教的所有这些教学 能够让自己呢 自己的人生 业力越来的越少 啊 内心越来越圆满 那么现实就越来越美好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